我国有一本风水古书,不仅论述了风水的重要性,还介绍了如何寻找坟地具体位置的方法,可谓中国风水文化之宗,其作者更是中国风水的鼻祖,鬼吹灯,盗墓笔记皆将其作为指导书,更是摸金校尉的教科书,世人皆称,想要了解中国风水文化,就要从这本书开始,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风水奇书藏经。 藏经又名藏书,其全文只有两千多字,作者是东晋著名学者郭璞,同时他也是著名的风水大师,受到了世代风水界的推崇,被尊称为东晋后历代中国风水的鼻祖。 在魏晋之前,即使并没有风水的概念,风水源于洛河,新于魏晋时期。 从魏晋时期,大家才开始有了风水的观念,鄙兄屈吉,应付子孙的思想深入人心。 社会上也出现了一批以项目文明的术数家,郭璞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们如今所说的风水二字,就是出自于藏经。 藏经是盗墓人士的碧学之书,此后以此为基础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极其复杂,自成体系的风水学说。 此书还被入选了四库全书,出版了无数个版本,书中开篇第一段便是对风水的描述。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股气,这股气被称之为真气,我们居住的环境中也存在着一股气,被称为血气。 当人身上的真气和环境周围的血气融合时,就会形成一种气场,这股气场就是影响人们气运的关键。 古人认为,宇宙之中存在一种叫做气的能量,它构成了天地万物,气与气之间可以相互感应。 因此真气和血气形成的气场也可以影响我们,但是这股气场极易受风和水的影响而消散。 所以想要控制它的话,首先就要控制好风和水,风水一词也就由此产生了。 所以第二段就是告诉我们如何控制风和水。 按照《藏经》的观念分析,想要得到一个好的风水,首先就要得风,其次是要藏风,得水便是重中之重。 我们平常看一些恐怖桥段的时候,都会有阴宅一词的出现,如此一来得水就显得更重要了。 因此对于阴宅来说,水代表着风气,所以水源越长,水流越大,就代表生气越旺盛。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又讲究阴阳交融,水流要大但是不可以溢出。 《藏经》所写的是阴宅风水,藏风也就是指尽量不要让外界的风进来,更不要让里面的气出去,形成一个完全密闭的环境。 《藏经》详细介绍了向地的具体方法,绝成便可寻龙点穴,在阴阳风水学中龙是山脉的总称。 古人发现,地上与地下水会因为地域不同,成分也会不同,如果长期受到含有特定成分的水滋养,土壤的矿物成分也会达成一个特殊的比例,从而形成适合动植物生活的环境。 这个特殊土壤就叫做龙砂,他们认为龙砂可以给人们带来财富和好运,所以他们就会根据一些地势地形以及动植物的特征去寻找有龙砂的地区。 后人将寻找龙砂成为寻龙点穴。 《藏经》第三段,就是在教会人们如何确定一个地方风水的好坏,首先就是要看行和事。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现在就要去看一处帝王陵,这个地方是一处龙脉,形状就像一条龙。 首先从外形上看,这个地方的风水是合适的,但是仔细一看的话,就会发现这条龙的动作就好像在后退。 那么从事上说,这个地方就是不合格的,所以事就代表着动作,而形就代表着形状。 一旦确定好行和事,就需要选取合适的位置。 就拿刚才的龙脉来说,龙脉分为两种,一种为平地上的龙脉,另一种则是山地上的龙脉。 龙脉简单来说就是指,一处像龙一样的地形。 这个地形有可能在山上,也有可能在平地上。 《藏经》中写道,对于平地龙来说,一般主墓式会放在较高的位置,而对于山地龙来说,主墓式则会放在较低的位置。 这样的位置更容易引来水流,聚气藏风。 其实古人在写有关风水的书籍时,本意是为了让人们学会如何去选择一处风水宝地。 可是这本书,一旦到了盗墓贼手里,就会变成一个盗墓的工具。 他们根据书中的提示,就可以找到好的墓穴。 墓葬是有讲究的,古人大多就会将古墓葬在深山里,但是《藏经》中提到了五种不可以葬的山。 原文说道, 如果葬了的话,就会产生新的灾祸,或者消除已经得到的福气。 五山不可葬,寻龙点穴有三脊胸,风水究竟有没有依据? 所谓的铜山,就是指草木不生的山,断山就是指被凿断,或者被挖断了龙骨的山摆。 这种山一般都失去了氏,因此不可以去选择。 石山是指没有土的山,因为生气是跟土的运动变化来的。 没有土的山,生气不能运动变化,所以石山不可以选择。 破山则是指特别陡峭的山。 陡峭的山不容易出现室,也不容易聚弃,所以不可葬。 独山就是只方圆百里只有这一处山,这样就会显得孤苦伶仃。 这种山上的龙脉是非常凶险的,了解完这五种不能葬的山之后,大概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秦岭会被称为龙脉了。 除了不可葬的山外,《葬经》中还写了三集三胸,第一集叫做藏神和朔,也就是说要选择合适极力的时间葬。 第二集是指阴阳冲和,无土四倍,也就是说一个地方不能过于阴冷和湿热,要阴阳始终,更要具备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 第三集则为木力之极,功力之巨,也就是说一个地方的事要比行更为重要。 就像寻找龙脉一样,考验的是一个人的眼力,选择好了事,比满足其他条件更容易达到趋吉避凶的效果。 另外我们常说左青龙,右白虎,这里所说的青龙白虎并不是指动物,而是代表着方向,青龙代表着东方,白虎则代表西方,这是比较讲究的墓葬规制。 就比如说一处墓葬,天下龙脉出自昆仑山,然后延续到自己的龙脉,陵墓后方必须有一座靠山,左边必须有山叫青龙,右边必须有一座山叫白虎,附近还要有水系环绕,陵墓前面还要有岸山和潮山。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朱元璋的明孝陵,那么风水学流传运用了一千多年,究竟有没有可靠的证据呢? 其实风水学是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其中包含着现代科学中气象学,城市管理学,物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一系列科学,不论它的原理如何,晦涩难懂,操作方法如何,总的来说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人与环境的和谐。 随着时代的发展,风水学经历了有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阶段。 如果我们现在去问一个人,风水有没有依据的话,他们肯定会说没有,但如果我们去问他们,环境地理学有没有依据,他们的回答一定是有。 所以说,风水学本身就是科学,可是为什么人们都不相信风水呢? 根本原因是,风水学从未进步过,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神秘的状态,人们长久以来一直在用藏经做参考,却没有让它变成与时俱进的知识。 加上这些学艺不经的人,利用风水行骗世人,也使得人们对风水学产生了很多误解。 所以说,目前这种情况,想要是人相信风水,理解风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好了,野化老故事,咱们到哪儿,哪儿聊?我们下期再见了。